春节过年是中华民族既有的传统古话 等大家休晚了年假 开工喝春酒又是热闹的情景 不管是街头巷尾大小餐厅 到处都有把酒言欢喜气洋洋的氛围 画足新闻媒体房地产经营 跟工商企业的台中市名人廖本福 最近也在自家开设的玻璃工厂 开了一百多桌 宴请各行各业跟媒体同业 一起分享春来福满堂的喜悦 在春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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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神愉快 在身体健康最要紧 对对对 一切如意 对对对 曾经担任过媒体记者的廖本福 五湖四海交游广阔 所以前来祝贺他喝春酒的人 可以说是盖棺云集 简直就是金光闪闪 碎气千条 说个好事 恭喜大家 新年快乐 金九年 大家大胆子 新年快乐 我们这个廖本还能够生日昌 人最大 对哦 对 谢谢李坎 胡大 哈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开春酒除了吃饭喝酒之外 当然少不了开春见喜的摩采活动 这一次得到最大奖的是 今日新闻台中市的特派员 范江豪 范大哥 得奖感言 得奖感言 太高兴了 谢谢廖宏 祝大家新年愉快 谢谢 谢谢廖宏 然后祝大家新年愉快 谢谢 喝完了春酒 中华民族猴年的行大运 就要开始启动了 台湾虽然今年改朝换代 但是大家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 记者陈文旭 萧耀金台中报导